歡迎來到今集的交涉現場 今天這個應該算是一個話題討論 是啊,都幾大件事 首先我都播一播一條影片 因為這個事件的陳述 我們講的可能會變成 經過我們的語言來說 可能都會有些Bias 所以大家就直接看一條影片 寶安在哪裡啊?寶安在哪裡啊? 你來慢慢來搞認識動作 不要再給JK抹黑了,謝謝你 你來慢慢來搞認識動作 不要再給JK抹黑了,謝謝你 其實事發就是在這個動漫節 香港動漫節就死了,疫情關係 但是在上海現在 今時今日其實正在發生 就是它在七月尾到八月頭 就真的有一個上海的動漫節 大家都戴上口罩,大家看到疫情關係 看到那個女生其實就在那裡 就是趴在那裡 其實香港的Crosser都有這件事 趴在一張地毯上 圍著一群影友向著他拍照 然後那個女生就剛才 就是downward dog style 瑜伽 旁邊就是一個女生在那裡大叫 就說 寶安在哪裡啊? 然後就說他搞這樣的動作 就不要抹黑JK這件事 那JK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日本的女子高身 就是這個意思 Joss Cosser 所以他們就選了JK 就是日本的高中女生 Crosser就會覺得 就是他穿高中女生 那個女生就說 你這樣跌跌的動作 就會抹黑JK這個動作 就在那裡說要報警之類 那個女生的外表都很無辜的 剛才那條片就沒有出現 其實那個女生擺那個動作 就出現了是這樣的 那毛甲版呢 就是 找到 自己上網看 自己上網看 我免得展示給大家 是嗎? 是的 小鈴就不展示出來了 但是 事後呢 其實那個女生也有 出了一些照片來平反的 就是那個事件 那天其實他穿了一條安全褲 就是牌子都出賣 看到毛甲版 其實都會看到 其實就是這條褲 那當然啦 我們真的 就是 攝影角度來講 我們都想看正面先的 其實討論這件事都很危險的 因為呢 都很難去 去說 我作為三個男人 對嗎? 對 三個拍照的好色男人 哈哈哈 你 你光頭好色男人 對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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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個女生 就是自己試一下 發表出來 其實她都 預期被人拍的時候 她的效果 是期望這樣 對 她就說 無知地 她不知道 後面有人偷拍她 是的 某程度上 這件事 爭議性都比較大 有人會覺得 那個女生放的姿勢就過分了 在公開場合 那也都 有人會覺得 拍片 罵女生的那個大媽呢 就過分了 這個行為 就是 Bring the rhythm 大家都明白的 嗯 那也都 有人會 有些Corsair 本身都會覺得 你這件本身 就不是Cosplay來的 那純粹是穿件校服 就進來 動漫節 那樣 都有這樣 是的 都有這樣的討論 那 當中的角度 實在非常之複雜 那我們就 不一一細數了 但是 我自己分享少少東西 我就會覺得 兩個角度 首先 一定不對的 就是後面偷拍那班 男攝影師 一定不對 是不是呢 兩位 正常來說 都不會在後面拍的 不正常的 即我們覺得 那些不正常的就是後面拍的 但是他們會覺得自己很正常的嘛 但是就會 看他們放在哪裏出啦 或者自己藏起來啦 那你自己藏起來 那你自己藏起來 就是看又沒什麼所謂的 就是這個公眾場合 都四處繞圈啦 但是你拍又會 不太好 我不明白過 就是那個事發 就是叫保安那個女生 她喊出來那個角度是什麼 就是你想想那個場景是 很闊過後面那個位置 大半個圓圈都是人來過 應該都 是啊 這個是一個公眾地方 那我假設把這個公眾地方 我會用替代換了一個公眾地方 例如泳灘 或者是一個 我當是做瑜伽的地方 或者是跳po dance的地方 你不會穿著裙子做瑜伽的嘛 表面上 那你譬如說 你真的會穿比肩來做 跳po dance 或者你會穿比肩去泳灘 那那個女人 難道又跟她說 你擺這個動作有什麼特別 你穿這個衣著有什麼問題 我又覺得這個是 Joy 這些討論 網上有了 一樣都會反駁到 那你不會穿著 穿著泳衣鞋商場的嘛 是嗎 你在那個道德 那把尺 在不同的場景 就有不同的量度單位 首先她在Cosplayer出現的日本校服 首先不是這麼對 是對的 是對的 因為其實就算在香港動漫節和同仁節 都好 她的Cossa 都是在Cosier JK 即是女子校生的Style 但她就沒有刻意說哪一個角色 但其實動漫節是不斷在出現這個服飾的 那這個動作是她第一次出現的 這個動作其實不太有 但是為什麼炒到這麼嚴重 其實都是因為有個叫保安的大媽 大媽 是啊 大媽覺得有傷風化 可能她的動作激進了 我覺得 如果大媽不是這樣叫的 走過去禮貌一點點 可能每一次動漫節都見到這樣事情發生 但這個大媽就第一次去 就第一次見到 好 還有如果雙風化的話她前面沒有理由這樣穿的 其實你可以提一提的 我覺得都可以禮貌的 她的表達方式 她的表達方式 你們不太明白 她都是想提出 香港的報恩做得很好 我覺得 通常她都是 譬如說我們大家都會在商場 做事也好 自己也好 都會拍照 現在的報恩她不會大叫說 你不要在我拍照 她現在是說 我們不太難做的 你做得快點走吧 不是這樣呼叫 分享一下我個人的經驗 有時候我們教攝影 可能有些女同學都會穿短裙回學 我第一課都說了不好 因為拍照始終爬高爬低 有時候女同學穿到裙子很短 我都會說 不是很好 又有男同學 又有老師 你琴到那麼高 有機會走光 提一提 我覺得沒事的 其實大家都可以 有一次我那個經驗 就是女生很大聲地說 我穿了 我裏面有PE褲的 還拉高給你看 是啊 是不是真的完全沒有問題呢 是不是穿了PE褲 就穿裙子可以抹開腳 我也有反思 這個是不是男權社會和女權社會 那個討論呢 究竟是不是這麼簡單呢 就是是不是完全沒有責任呢 我不知道 我想 可能Joey剛才她說 就覺得 拍片罵人的那個不適合 那你可以用提醒的方法 她叫保安來說 她的對象是女生本身 而不是拍那幫男人 反而是 其實阿姨應該是拍 後面偷拍那幫男人 你們在做什麼 有沒有搞錯 這樣拍人裙子 這樣就應該沒事了 是啊 是啊 她現在解決 我覺得那個解決 應該在這裏 她解決了提出問題那個人 好嗎 解決了提出問題那個人 不是這樣 也沒有問題 本身 也沒有問題 我其實也不太知道有沒有問題 因為呢 我看了一個台灣的Youtuber 有討論過這件事 她說 張森秉紀 如果你覺得那個動作有沒有問題 你幻想一下那個是你的女兒 或者那個是你的女朋友 或者那個是你老婆 那你就會 你的第一個反應 就騙不到自己了 那個動作究竟有沒有問題 我覺得她這個說法都可以思考一下 那你很多是本身出來是賣弄身體 或者不一定是色情的 例如我當作一個見美小姐也好 她也是把她的身軀 她自己想表現的漂亮擺上台 對啊 所以我剛才就說 因為你在不同的環境 就有不同九百尺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她是一個Course 其實她男朋友覺得Course 這件事也是OK的 其實她也不會介意的 那個問題 我覺得 那個問題出在哪裏呢 就是在一個展館裏面 你有大人有小孩 那個展館是 你現在不是成人節 你明白嗎 我想表達一點 就是你那個場景 本身 可能有很多人 那把道德那把尺 不是好像Joey你那麼高 你明白嗎 有落差 起碼 那我反而覺得 有落差不要緊 大家的尺不同 基督徒 佛教徒 還有一個覺得吃素才對 一個覺得吃肉沒有問題 那大家的尺都不一樣 我反而覺得 大家不同不要緊 你表達的時候 會不會禮貌一點點呢 就是我的 standpoint在這裏 但是奇怪在呢 就是她這件事 這件事在上海也發生了 報了幾 她是以報案和以立案 我不知道立案的事件 就是我馬上聯想在香港 剛剛也有個個案子 是 那很多事情都是 拘捕了 現在是多數的 拘捕了後來 告不入 說不告 可能 你兩位沒有在內地生活過 其實立案是很簡單的 即是你 總之有什麼 即是開包 對 即是等於 為何經常在內地做生意搞笑 你欠我錢 那你就報警 那就立案 那 這件事已經做完了 你可以繼續欠我錢 對 最後是否財政給你有追溯的權利 沒錯 還要有些有趣的事情 譬如三千元以下 就立案都不行 即是 連案都立不到 即是要私了 是的 那你不斷問人 借2999元就可以了 是啊 很奇怪 很奇怪的 不過不要緊 我們都 不過我們慢慢就要開始熟習一下這個法治體系 因為 一國一制 是吧 是啊 我們都要 不熟習都要被熟習的 學一下吧 大家香港人 這件事 是不是真的跟女權有關呢 因為很多明星都在發聲 是不是真的 那拿女權才可以有打卡照 真的 不會分 不會分 女權 一直都有 是不是 現在問題是發聲那個是一個不奇怪的 standpoint 所以我不明白發聲在哪裡 不過 也是 根據這件事 我們大家都要感受一下我們的法治是怎樣發生 我們真的可以好好保護自己 這集差不多了 我們都很難再討論下去 是啊 或者Poley說一點點 好像都沒什麼聽你表達 你作為色情攝影師 他們就不夠色情 其實真的色情的話 真的會收起來 就不會放出來 這樣令到女生 可能很開心的 這樣放姿勢 變成不開心 我覺得這些姿勢 這些姿勢 我覺得在社交媒體世界裡 我嚴重覺得他們兩個是合起來的 你又對 這樣也被想到 那女生叫什麼名字 快點找她 然後有很多人追蹤 那個女生 這樣已經有三千多萬的感覺 真是厲害 我錯到這張 Joy你也沒出這些 Joy你也什麼 試一下 找到了 露露小咪 露露小咪 真的 那個名字好像有點玄機 那個名字好像有點玄機 對 但是 它是來自這個地方的 喂 虎鼻 咦 那麼去那裡 會不會 所以它就可以感染 大家一起喜歡動漫 對 他們感染力很強 對 那大家有興趣的 就follow一下這件事件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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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